字幕志愿者 李嘉誠 在Facebook 上看到YT 播出了一段影片 其實這段影片就是 引述了李嘉誠的一些說話 每天乘搭的電梯一句早晨 百般溫暖 無論在商業世界還是生活中 也要堅定目標,盡心精彩每一天 一隻條快半小時的錶 守著自己的信樂 尊重別人的時間 謹記1972年長江上市那份樂與傲 珍惜每一里程碑 一副多年不變的眼鏡 戴著拼搏精神看世界 接近50年,每組5時59分的堅持 個人紀錄,17次一竿進動 無論如何成功,都不要忘掉每一元的價值 堅持簡樸的生活 只要願意埋播種子,六樹成音是可能的 謙虛見知識之博 服務將生命之神 慈悲善智,發現心中明珠 不宅細流,善回百川 看完影片後,我覺得這件是一件好事 來自香港的好事 其實在2021年的今天 都真的不太多了 可以分享出來的 我們又推介一下 希望大家又可以把這段影片分享出去一下 平時我們通常都是評論的 但今次不是評論的,是一種分享 其實這段影片用了一個音樂 是Amazing Grace 是一個純音樂 YT邀請了Little Airport的P重新彈奏 YT多謝P的時候,就是講奇妙的緣分 其實這首歌Amazing Grace的中文名就是奇異恩典 這首歌在18世紀的時候已經寫了 是先有Lyrics,然後再有Melody 這位Lyricist叫John Newton 他在英國的時候 因一個conversion而啟發到 他寫一系列的作品 都是以文字為主 是一個Sermon為主 後來將這個Lyrics套用到另一首歌 是New Britain 變成現在大家聽到的Amazing Grace 已經傳中了300年 以及廣泛地很多人都會演奏和改編的作品 看完這段影片 有Amazing Grace的配樂 再加上文字 令我想起一個intercultural 和interreligious的世代裡 遇到一些Christian的元素 又遇到一些Buddhist的元素 如你所說 有一個goodnews 還要是雙重goodnews 可以宣揚開它 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需要分享出去